日前 第16屆海峽论坛 卫生与健康分论坛在厦门举办 据介绍 今年的卫生与健康分论坛 吸引了270余位台胞参与 为历年之首 其中 肿瘤分会场 邀请大陆及台湾百余名肿瘤专家 围绕肿瘤筛查 防治及诊疗新方法 心理念交流探讨 我们这一次论坛呢 更多的侧重呢 就是一个互补原则 就是互同有无 这样做呢就是说 能够互同有无 就互相促进两岸的一个 肿瘤防治的一种 这个作用吧